Hello 我是HiCream 今次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四份SBA的作品 除了是滿足你的好奇心 也是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這個部分就拿到九十幾%的分 我的主題就是做自由的 第一份SBA就是這個 啊 我要坐過一點了 這個作品就叫做母親 就是acrylic 畫在畫布上面的 我畫的時間就是中四升中五的暑假前後 如果你有看上一條我說怎樣訂SBA題目的影片 就知道這幅畫畫的時候 我的題目還是做母親 之後我才轉為自由的 這幅畫純粹就是想畫我媽媽的樣子 因為我媽媽很偉大很漂亮很正 很敬仰很愛她 我就想畫她的樣子 所以轉為自由的題目 假的意念我是這樣寫的 我想這個畫面是把自由的感覺 還有那個很虛的一個概念形象化 將視覺形式表達出來 我畫這幅畫的時候 是首先找了一幅我媽媽的照片 放在Photoshop就調整一下色 看看自己想要哪一種感覺 我就倒帽這樣按比例放大 然後就畫了下來 這些魚就是我參考我很喜歡那個策畫家的畫 遲些分享再告訴大家 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下面的背景 用紫色、藍色、粉紅色、白色 一些都蠻適合的顏色 就這樣拿大筆在上面掃掃掃掃 掃到一個混色出來的狀態 然後再拿掃把筆 遲些再分享 點點點點把這些粒粒點出來 就做了這個漂亮的背景 這幅畫就不是畫得那麼辛苦 還有畫得那麼痛的 因為是老師指導我們去畫 中四所有學生都有功課 混色的功課 這些顏色要自己拌出來自己畫下去 然後就是臨帽的功課 那我就臨帽了... 誰啊? 我不知道是誰的reading girl 其實這幅畫不是說 所有中四都要畫的 他們是自己釘畫框的 你看我的畫框 是歪的 知道嗎? 是超歪的 我沒有釘到 然後我隨便拿了舊的畫框 原來是歪的 我畫完才知道 第二份sv 那就是這個匯本 叫做到天空去 下面有個連結 你可以自己點去看 那個真正的完整版 用水彩畫了我的稿 然後就丟下去電腦 用Photoshop後製 再加拼在一起 變成那個pdf匯本 中五就搞了一半 中六就搞了另一半 這個債務就背了一整年 這個作品就是講不同的動物學費 我就是想諷刺回香港的教制度 社會 對不同職業 以及不同能力的學生 那個定型看法 或者邊見的問題 你明明我說什麼吧? 詳情呢 那你就自己可以看回回本 沒有在這劇透了 為什麼我會說回本呢? 是因為我中五的時候 是很大壓力 很多人來關心我 是真的關心 問我你大概想怎樣? 讀什麼大學啊? 做什麼職業啊? 又想怎樣啊? 之類的 那我這個人的設定就是 我讀書厲害 但是我不喜歡做專業 有一天我晚上就在廁所裡死哭 然後就想到要做自由這個題目 兼且想到我很想畫一個回本 我給大家聽我的處境是多麼慘的 那就形成了這個回本 我說完還沒展示完 我畫這個過程也挺痛的 話說這個故事稿 我用了超久超久超久 你看看它抄光了 是因為我有很多很多marking 對不對焦度啊? 又畫了很多不同的分鏡 很多一格格一格格我想畫的畫 那搞這個呢 都搞了很久 而且安排了很多畫要畫 我是先畫蓮葉的 因為蓮葉應該是最美的嘛 我就不想好像畫到後面 畫到自己的血和精力都拿乾了 才再畫電話 參考幾米的書是怎樣表達故事 都有看不同上網的策劃 最後這張作品有我學校的周列示藝剪展 也有外人看到的 跟我說想找我畫電影分 不過現在都被我致電 useless 但她未曾傳給我 所以... 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第三個作品就是所謂自由 在這裡輸出 這個 osu.jush.jush . 我上網的時候看到一個畫家 這個動畫我覺得超可愛 超可愛 我也很想弄我自己的GIF動畫 所以我就去弄我自己的GIF動畫 我就是用中五到中六的暑假 死命拼命發瘋去弄的 就找了一些生活上 會有一個自由這兩個名字 做命名的東西 然後就畫出來 就說其實它的名字叫自由 但實際上不自由 例如我真的拿來做作品的 就有自由式、自由樂體、自由行、言論自由 還有一個我不記得了 另外我其實想到但我沒有做 因為是時間關係的 自由民主、自由心、自由發揮、自由戀愛、自由選擇、自由神像 我是用SAI的軟件做勾線和畫草稿的 什麼讀阿Sai 最後用Photoshop拼在一起做GIF動畫 最多的是有二百多三百個影格 我還要做了五六個GIF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 做完第二份的一半之後 我是想不到第三份做什麼 那時候是做了幾多不同的實驗 我又打算做不為藝術 這樣游了一幅畫 我又做過一些立體 我做了一個很有趣的鼻屎BB 之後跟大家分享 是扔了很久才想到要做GIF的 我懷疑它和第二份的會本 這兩份作品是我考進去實踐大學 會看3D動畫設計組 一個很大的加分 不過為什麼要報動畫 幾秒二百個影格 第四份作品 也是在畫布上面 就是叫做夢想的 這幅畫就是畫樓價很高 說我們買不到樓 而且很多東西都做不到 在香港好像生活得很沒夢想 我應該是參考了這幅畫 為什麼會畫這幅畫呢 因為我要參加九六倉的全港中學生會畫比賽 不過最後我是輸了 我是能入圍五十六名 但我輸不到十八名 十八名會有什麼獎呢 就是可以申請資助你全數的大學學費 可以說到有十幾萬 因為有一年贏的是我的小學師兄 我就覺得這件事和我也很親密 我也有機會可以爭一下 所以我除了DSE 考大學 我的生活目標就是十六萬 所以這幅畫我是忍心忍力 超辛苦地畫 但是臨接稿之前呢 我去搜尋九龍倉這個集團 我發現他是有搞地產 而我在這裡諷刺地產 所以我輸了 哭了兩個小時都要接受現實的了 所以你看到它是包著了反光 不好意思 因為它去過參展 所以就被參展箱包起來了 因為我覺得我技術不夠人厲害 唯有是象徵的這個方向 看看能不能增勝 我這幅畫的時候 我就走了去中聯地產那裡拍照 又去街不同的地方拍到一些透視 最後用Photoshop混合在一起 又好像第一張 倒帽地畫了下去 小鳥 還有是燈 這個路燈 超級真 我是很喜歡的 以上就是我四份XP的作品 如果你覺得也挺漂亮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讚 看完之前就跟大家講一講tips 第一個tips是 你的XP作品一定要用心做 如果老師看到你這麼兇時間 心力去做 他不會寫得給你低分 其一 其二就是中學 你知道是一個為DSE而設的學府 除了XP之外 你很難其他平時的作品 有這麼大的理由去放這麼多時間 心力去做 我四份作品很大的機會 就是你展示給大學或者外界看 一些展示你實力的作品 所以如果你不努力 你很大機會出來就沒有作品交了 第二個tips 盡量找你熟的梅材去做 我自己熟畫畫 所以我有兩幅都是AQUILIC畫的 然後做了繪本 還有都是2D的動畫 我有些朋友很熟立體 或者他喜歡立體 他做了幾份都是雕塑 立體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盡量找一些你熟手的梅材去做 比你出來做多一個不熟的梅材 又不漂亮 你熟的梅材 很大機會就是落到 你的part B 考試用的顏料 例如我第二份ESP 我逼自己用水彩畫了整個繪本出來 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想逼自己用水彩練畫 那我考試的時候 就不用再特意練畫了 第三個tips 就是真的要三思 因為我有些朋友 是真的未想清楚 他下筆 就說這個SPA 最後可能要再做第五第六份 去填之前醜的SPA 其實也是浪費時間的 我寧願是自己花多些時間去想 去撞板 做多些不同的實驗 不開波 也好過之後再畫多一份 畫之前記得想清楚 你為什麼要畫 你想表達什麼 這個梅材 是不是真的你最適合和拿手 畫得好的 才可以去畫 第四就是關於時間 有人跟我分享 我現在中六了 我很多都未畫 那算了 其實我想說 不用急 最重要是煩 因為你聽到我的分享 其實我都會畫得很慢 我中六還在畫一份半的SPA 讀VA的你 可以做一個時間的參考 不用那麼緊張 那麼大壓力 如果未讀 就可以想想 如果要花那麼多時間做SPA 可以嗎 影片到這裡就差不多完了 如果你喜歡畫 或者喜歡我的分享 覺得有用 就按讚我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我分享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看 還有會覆蓋的 想看多點這個系列 關於VA DSE的分享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計劃了好像有七八集 要做 開心還是不開心 不要理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